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維修 今天要來分享一下維修 今天要來分享一下維修 今天要來維修一下我們FPV穿越機的部分 今天要來維修一下我們FPV穿越機的部分 因為我們炸機了然後我們後面圖傳天線就直接斷掉了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 那我們其實可以就直接再買一個一模一樣的天線 但是這原本的天線是非常非常細的 那我想說如果可以讓它變得更 那當然我可以直接就換一個原本一模一樣的超細的那種天線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換不同的圖傳天線 讓它變得更穩更堅固 就是你摔炸機啊或者是你讓它翻過來的時候 你不會很輕易就把它折斷這樣子 那我們就找到這個MMCX轉了 所以我們就找到這個MMCX轉SMA 然後我們就可以抓 所以我們就 那我就找到這個MMCX轉SMA的這個接頭 那我們就可以接平常我們挖鏡啊 我們的 所以我就找到這個SMA 所以我就找到這個MMCX右轉 所以我就找到這個MMCX轉SMA的接頭 那我們就可以接平常我們這種圖傳 挖鏡上面的這種天線 這種就是非常耐凹 感覺也不太會什麼翻跟斗 就給它折斷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 我們現在就想辦法把這個神奇的天線組合裝到 那我們現在就試著把我們這個神奇的天線組合裝到我們這個SYNLOG 那我們現在就想辦法把這個神奇的天線組合裝到我們這個GAPRC SYNLOG 35上面 那我們就直接動手玩玩看唄 那我們就直接動手把它組裝起來囉 然後 然後 有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先試着 先把土船の舱門打開 先把土船の舱門打開 はい 先把土船舱門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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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可以連接 MMCX到土船上面 想辦法把MMCX轉SMA這條線 接到土船上面 然後再看看到底 我們要怎麼接我們的天線 然後要把它固定在什麼位置上面 一個清脆的卡擦身 那就是我們裝好我們的MMCX轉SMA的轉接 那我們想辦法看看要怎麼接才會比較好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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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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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